郭總統好夢 我們來自紀斬了解我們的生活 我們不可以讓台灣人風看見 我們要繼續堅定來支持台灣的健康路線 我們要來幫助台灣繼續在發展 我們現主席 我們未來的郭總統 我們都要請到一個人的地方 各位觀眾 各位有心 又送臨一個鐘聲 23幾點 但是兩千五立 我希望你帶我國羅斯 chilling 遇到四分之中 都算平 道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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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算拳 我們是一朵 中年度 我們是一朵 2024 2024 2024 台灣美德 平台外 台灣美德 平台外 各位 我們台灣美德要站出來 我們這位十三 要去代表奧夢 我們大家來掌聲 我們大家也來掌聲 大家歡迎 羅青天 張東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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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張東昂 林家梁畢士長 創意中 林靜宇 委員 謝子涵 委員 張廟萬千 委員 張庄靜誠 委員 黃國書委員 江兆國 委員 何欣純委員 謝志忠 委員 我們跟他們八位候選人 感謝 鼓勵 總統好主席 感謝各位我們所有的東工人 現場 親力的所敬愛 台東的好朋友 大家安安 大家好 好 大家安安 大家好 好 好 還有36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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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就要投票了 感謝大家 熱情的參與 肇事晚會 現場 大爆完 大家有信心嗎 好 好 後天 讓我們一起迎接 民主的大勝利 好不好 好 每一次的大選 都是決戰中台灣 每一次的大選 台中市民 都是決定 台灣未來前途的關鍵 所以在選戰 進入倒數36小時的關鍵時刻 清德 再度來到台中 再度肯請 台中的孤老鄉親 發揮關鍵的力量 選對的人 走對的路 讓美德贏台灣 巴西立委全上 也讓台灣贏得美 大家說好不好 好 今年台灣大選 是2024年 全世界的第一場選舉 不僅將決定台灣的前途 也是影響未來印太地區 和平穩定的關鍵大選 大家都在看 台灣人民會做出什麼選擇 台灣未來 到底是持續走向未來 還是走回過去 是要迎向世界 還是要鎖盡中國 是要堅持守護民主價值 還是要向威權專制低頭 命運 完全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上 對不對 最近 馬英九前總統 接受德國資深專訪 馬英九說 就兩岸關係而言 要相信習近平 並且在反彈當中 多次強調 台灣要回到九二公司 其實 我們大家都很清楚 馬英九前總統的主張和時代 已經過去了 歷史已經翻開新的一頁 大家說對不對 對 我們當然 對和平要有理想 但不能夠有幻想 和平要靠實力 不是靠侵略者的善意 大家說對不對 對 這也是為什麼 在這次的選舉 我提出了和平四大支柱 行動方案的原因 我將強化國防力量 強化經濟力量 也強化跟民主陣營 肩並肩站在一起 共同發揮規則的力量 這個 才是守護台灣安全 維護印太和平穩定的正確做法 大家說對不對 馬英九前總統說 要相信習近平 但是馬前總統刻意 忽略了一件事情 他和侯友宜所主當的九二共識 已經被習近平 多次公開 定調為一個中國原則 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 換句話說 九二共識這條路走到底 台灣就跟香港一樣了 大家說對不對 這條路絕對不是台灣人民要走的一條路 所以敬請親愛的台中市民 全國父老鄉親 禮拜六一定要站出來投票 用我們手中神聖的一票 跟馬前總統說 你錯了 好不好 好 投侯友宜 就等於投馬英九 對不對 對 我們要堅定的走向世界 迎向未來 在民主的道路上 持續壯大台灣 而不是走回頭路 鎖進中國 向極權主義 再度低頭 大家說 對不對 對 1996年 台灣第一次舉行總統直選 是台灣人民第一次當家做主 全世界都很關注 中國發射飛彈造成台海危機 人心惶惶 那時候 有人選擇離開 但有更多人留下來 當時我 37歲 是陳大醫院的總醫師 為了守護剛剛萌芽的民主台灣 我毅然決然追隨民主前輩的腳步 棄衣從政 30年來 我的決心沒有改變 我的意志更加堅定 我參選總統 我會承擔起 為國家 為社會 為人民的四項重大使命 好不好 第一項使命 保衛國家生存 有主權 才有國家 有台灣 才有中華民國 守護台灣 才是真正守護中華民國 大家說對不對 不分族群 不分先來後到 只要認同台灣 就是這塊土地的主人 我將繼續 拆問總統的四大堅持 未來我也會團結國人 走在信賴台灣的道路上 走進世界 壯大台灣 大家說好不好 好 第二項使命 守護人民的生命 我看不見 有很多大堅持